一个四人组合的乐队刚刚失业 大家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很平常的一次外出 乐队吉他手老三 不经意间注意到了路边一栋阴森森的房子 很奇怪 老三远远望去 二层一间卧室占了一个女人 老三目不转睛的看了许久 就是这一次的对视 引发了一系列可怕的事情 当天晚上 四个人在春川街头闲逛 可是老三的举动很异常 他面容表情越走越慢 瞬间眼前漆黑一片 老三意识全无 情尸走肉般猛撞的向前冲 可是又隔了一阵 在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下 老三又竭力的恢复了平静 四个人在一间酒吧门口停了下来 大家是搞乐队的 当然想进去看一看 老三一反常态 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似的 二话不说冲了进去 很凑巧 这家酒吧没有乐队表演 四个人刚好能够一展所长 不出所料 酒吧的气色立刻活跃了起来 大家的表演不仅赢得了掌声 也交到了酒吧老板的邀请 老板明确表示 只要四个人愿意留下演出 薪资不成问题 可是大家都住在首尔 并没有直接答应 老三最熏熏的一个人跑到了后台 就在这时 一名奇怪的白衣女子出现了 女子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为了拿下老三 三言两语 老三不由自主的陷落了 画面一转 老三瞬间出现在里的另一个空间 四周荒芜 老三一个人没有穿鞋 到处游荡 一如神的力量 牵引着他来到了海边 还没看清楚到底有什么 老三瞬间惊醒 原来是一场梦 可是又很真实 老三努力的回想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是头好疼 此时 老三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身处危险之中 老三打量了周围 眼前出现了一面旧式的镜子 很古怪 老三讲伸手触摸 电话响了 大家都在等着老三回首尔 老三急忙的跑了出来 唯一的记忆 就是昨晚和一个女子接吻 从春川回到首尔 厄运就伴随了四个人 大家向很多酒吧 递交了就职申请 可是每次都是时辰大海 没有回复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春川酒吧经纪人 打来了电话 经纪人再次抛出了橄榄枝 他希望乐队 可以来春川演出 并且提供住处 大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可是又过了几个月 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一边是为了升级发愁 一边是每晚十一点 分秒不差的邀请 最终四人答应了 来春川工作 四个人走进了这一栋 两层的职工宿舍 大家一看环境还不错 每个人都信他采烈 只有老三知道 这栋房子就是自己之前 莫名其妙来到的地方 老三直接跑上了二楼 打开房门的时候 老三再次惊讶了 一切都没有变 那面镜子还在那里 老大爷发现了一场 卫生间好像有人洗澡 还发出了女人的笑声 老大走了进去 镜子上真的有水汽 是这栋房子空了很久 不应该有人 老大心里一颤 帘子后面好像有人 可是切开之后 空荡荡的 只有淋浴头在滴水 而且下水道出现了 一堆女人的长发 虽然大家都很意外 可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 毕竟应该先填跑肚子 就这样 四人开始了春春生活 没过多久 奇怪的事情 七二连三的发生 老大总是睡不着 长期的失眠 让他头痛难忍 每次写新曲子 都必须戴上耳机 让自己放松 此时 白衣女子再次出现了 她像往常一样 站在窗户边 正操纵了这一切 等老大再次醒来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上 楼上再次传来女子的声音 老大来到了二层 一个房间没有人 打开老三房间 老三也不在家 可是身后白影飘过 老大确定屋内进来了外人 六层二层下到一层 就在这时 老二房间传出女人的笑声 老大开门一看 老二已经陷入昏迷 而且嘎嘎的傻笑 不由得让人毛骨悚然 老大想叫醒老二 可是老二坐了起来 瞬间扭头 老二正在翻板眼 突然 老二变成了女子的样貌 老大吓了一大跳 原来都是一场梦 可是又不像是做梦 这种感觉很真实 就好像亲身经历一样 同样奇怪的事情 也发生在同伴身上 似乎这栋房间 有不干净的东西 老三像往常一样准备入睡 可是门外有动静 把手不停的扭动 声音越来越大 老三已经被这种东西折磨疯了 每月十二点准时出现 老三又开始重复 第一次出现的梦境 他还是像之前一样 没有穿鞋到处游荡 这一次 他看到海边有三把椅子 老三慢慢的走了过去 越靠越近 瞬间老三又回到了现实 此时 他正瞪大眼睛发愣 然后老三跑了出去 同样的经历 老三每晚都会重复 刚开始大家并不知道 直到一天早晨 老三没有穿鞋 从外面走了回来 就好像试了魂一样 刚到家就又跑上了楼 老二的经历更离谱 每次刚闭眼 耳边就会出现女子的声音 女子开始和老二对话 他向老二跟自己玩 老二刚开始一度很反对 在潜意识中 老二很确定 这种声音不是人为发出的 可是当眼前出现一位漂亮的白衣女子时 老二的身体出卖了自己 女子开始尽可能的满足老二的欲望 这种欲先欲死的感觉 渐渐让老二放下了防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女子每晚准时出现 可是这种关系并不能满足女子 女子提出了新要求 既然自己满足了对方 老二就应该付出点东西 女子不想老二离开 她想跟老二结婚 然后永远在一起 老二顿时震惊 小美也看见了白衣女子 本想去卫生间洗漱 可是卫生间居然出现了除小美以外的女性 小美有点慌张 当她再次开门的瞬间 女子朝她发笑 小美瞬间吓了一跳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开了门 可是卫生间却什么人也没有 小美以为是幻觉 可是出现的次数多了 小美很确定这不是幻觉 还有一次小美正在洗澡 身后突然传来女子的声音 小美扭头 拉开帘子又是没有人 可是刚回头 身后出现了一只手 小美害怕极了 她站在原地根本不敢动 可是女子出现了 小美想离开 头顶上掉下来长长的头发 小美目瞪口呆 头发就在小美眼前 越来越近 已经触碰到了小美的头部 小美一抬头 真的是一个女子 时间已久 大家都休息不好 本想着离开这里 可是一想合同马上到期了 四个人存着侥幸的精力 硬是坚持了下来 终于有一天 演出搞砸了 老三在酒吧 居然看到了女子 就站在人群中 老三直接跑了 而老二更过分 就在演出的时候睡着了 没有办法 四个人商议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 可是就在他们说出 离开这里时 女子已经缠上了老二 他向老二留下来 第二天 大家准备离开的时候 女子彻底爆发了 他在老二的房里 老二居然自己拆了自己 老三不想帮忙 可是女子一声怒吼 老三飞了出去 关键时刻 老大口袋中的一串佛珠 救了大家一命 四个人侥幸逃了出来 再后来 乐队减散了 大家对之前发生的事情 都闭口不谈 可是过了很久 大家都收到了电话 一个女子通知他们 有新的朋友替代他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